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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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60年代的暴痛都没有发生过的 那种的暴力性 在现场其实我们的同事真的面对很多危险 包括我们有同事真的被一些 躲在记者堆里面的人 身上戒刀戒在一条颈上 几乎连命都没有了 亦都试过很多时候我们逮捕人的时间 是人会走过来抢犯人 以往是没有发生过的这些事情 而亦都是说 在一些记者堆里面 都会逮捕人出来抢犯 其实我们就只是看回 刚刚过去元朗 都已经有同一样的事情发生 就是说我们逮捕这个人 有人来抢犯 我们同事捉的时间 亦都会遇到一个记者 面对这个情况 我相信是要互相去諒解 首先我们警务人员 一定要完成我们的责任 就是要去维护治安去捉拆 在我们保障到捉拆 而自己同时保障到安全情况下 亦都要尽量协助去记者采访 但是记者的朋友 他们的重点就在于第一时间 要在最近的距离 要拍到最多的东西 当他们要完成这个职责的时间 可能某程度上 会阻碍我们警务人员做事 所以我相信这个 互量互弱是很重要的 令到记者理解警员执法 都可以去大家互相的沟通 如何加深一些互相的信任 譬如是前线警员 又要去理解记者的工作 记者要理解警员的工作 如何加深大家互相的理解 和沟通 甚至是现在的信任有什么问题 其实我们充分理解 现在的警察和传媒关系 比较紧张 所以其实我们的副处长 已经和很多前线不同的记者 不停在面见 理解究竟他们的困难在哪里 与此同时 我们亦都要和自己前线的同事 理解他们 亦都觉得困难在哪里 而我自己亦都在约见 几个传媒工作的一些组织 例如包括新闻的行政人员协会 包括这个记协 又或者是摄影记者协会 我们希望在搜集到 前线的记者和警员的一些看法 我们再和这些 新闻的从业员协会 再加盟协会的同事 再坐在一起 看看如何加强大家互相的理解 互相的尊重 然后在下一步 我们都希望可以 由我们的前线同事和前线记者 再坐在一起 再重新加深的理解形成 接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